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与西部的几位州长进行了虚拟会议 讨论形成炎热的野火季节的原因 会上 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讲述了他所在州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野火在历史性中的热浪中迅速逼近 去年 他称之为俄勒冈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野火季节之一 成千上万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 还有九人丧生 这对社区和当地经济的影响将持续数年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告诉拜登 他很高兴能够与白宫合作 他认为 随着气候的变化 野火季节只会变得更糟 拜登总统表示 将临时提高联邦消防员的工资 以确保消防员的每小时收入不低于15美元 同时 拜登还提出了其他提高美国野火补救能力和预防工作的举措 拜登对州长们说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帮助你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拜登对联邦消防员的起薪表示失望 该起薪明显低于许多地方和州消防机构 根据内政部的说法 新的联邦消防员的工资通常是从每小时11美元到每小时14美元不等 西部各州因创纪录的高温而干旱 今年已烧毁超过2000平方英里土地 2020年烧毁面积接近15000平方英里土地 超过17000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被毁 据悉 此次加薪将以保留奖励的形式出现 并再向前线的工作人员提供额外奖金 更有经验的永久消防员也有资格获得10%的保留奖励 根据该计划 临时消防员将有资格获得一些奖励金 此次会议召开之际 白宫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在野火方面 政府官员已承诺与国会合作 增加消防员的工资 并随着火灾变得更加严重 将至少1000名季节性野地消防员转为全年工作 美国领务局核内政部联合雇用了大约15000名消防员 大约70%是全职员工 30%是季节性员工 周三 搜救队员在佛罗里达搜福塞德一座部分坍塌的公寓现场 确认第16位遇难者后 持续进行搜寻生还者的工作 这座12层136个单元的公寓楼 大约有一半的楼梯 于当地时间6月24日坍塌 从那时起 搜救人员就用吊车 红外探测仪和搜救犬 缓慢地在瓦砾中展开搜救工作 迈阿密戴德市市长丹尼拉·莱文·卡瓦说 在倒塌的公寓大楼的废墟中 发现了另外4名遇难者的尸体 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 迈阿密戴德市助理消防队长拉德·加达拉在周三早些时候的简报会上表示 救援人员在周二晚上发现了4名遇难者的尸体 尚未确定具体身份 加达拉还表示 除了那4具尸体 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其他人类遗骸 斯福塞德市长查尔斯·伯克特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搜救队伍仍在努力地执行搜救工作 佛罗里达州当局已经要求增加一支搜救队 以帮助在瓦里中寻找幸存者 由于Delta变种病毒传播激增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官员强烈建议 每个人在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公共卫生部门强烈建议 人们在室内杂货店或零售店 剧院和家庭娱乐中心 以及不知道每个人的疫苗接种情况的 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虽然COVID-19疫苗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护 防止因Delta变体而导致住院和死亡 但事实证明 这种毒株更容易传播 佩戴口罩仍然是减少传播的有效工具 尤其是在室内 病毒很容易通过吸入传播 费莱尔强调了COVID-19疫苗提供的保护水平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去年12月7日至今年6月7日期间 洛杉矶郡99.6%的新感染者 来自未接种疫苗的人 期间因病毒住院的人中 98.7%未接种疫苗 在死亡的人中 99.8%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近日 由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召开的网络研讨会 有请到众多专家 讨论近日日需严重的全球变暖话题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最新研究 在最近几年内 美国发生的山火面积更大 热浪来袭也变得更加频繁 海水温度也有所上升 种种迹象表明 剧烈的气候变化正在加剧 而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 也导致美国和世界人民的生活 变得更加艰难 本次的研讨会 有请到了多位全球环境与气象学专家 为民众分析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 以及如何减缓全球变暖的一些方式 多位专家也在会上分享了自己与他人的研究数据和跟踪指标 从指标中可以看出 气候变化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影响 已经逐渐上升到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人类危机的程度 专家同时也表示 政府需要出台响应的政策 同时需要以公平的视角来考量 EMS在最后也表示 需要各族裔民众和全球人民共同努力 才能缓解全球变暖的危机 7月4日即将到来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交通量将接近大流行前的水平 尽管美国汽车协会预计独立日旅行记录将创下第二高 但他们也表示 他们预计汽油价格不会上涨太多 在7月4日旅行的所有人中 91%将践行公路旅行 但他们不认为这会反映在加油站上 美国汽车协会负责人介绍 原油价格现在很稳定 供应问题逐渐缓解 尤其是在过去几周 全国平均价格只上涨了大约3到4美分 所以没有出现通常在夏季需求期间 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 如果去旅行 建议您在车里放一个应急包 里面有手机充电器 电池 跳线 手电筒和零食 您也应该在上路之前 全方位的检查您的车况 确保您的轮胎良好 确保汽车需要的所有液体 处于正常的水平 挡风玻璃刮水器工作正常等 在麦当劳点选任何一款 Crispy Chicken Sandwich 就送免费中号薯条 价格与参与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CTnews.com 我是小洛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